出现腰疼问题,医生会有建议,睡硬板床吧,于是有些人就回家撤掉床垫,在床板上铺上一层薄薄的床单就睡,我们也常听到睡硬床更健康类似的劝诫,然而这样睡硬板床,真能拯救你的腰吗?不,反而更害你。 睡硬板床不是睡床板,人体正常脊椎生理结构从侧面看成一个F型的生理弯曲,如果睡太硬的板床,不能配合人体脊椎的正常曲线,腰部得不到支撑,时间长了它容易造成劳损,加重腰酸背痛等症状。 过硬的床,对身体凸起骨头,关节还有一定的影响。睡在过硬的床上,只有头,肺,臀,脚跟几个点来承受压强。脊椎会处于家庭紧张状态,需要腰背肌肉来支撑,睡眠时达不到,应该有的放松效果。 因此,别再让你认为的硬板床,耽害你的健康了。外国人都睡软床垫,床越软越好,有人又说了,外国人都是睡软床垫,那就是床越软越好了。 No no no,过于柔软的床,人躺在上面会是脊柱成温区状态,脚气会感到腰酸背痛,长期这样,还会造成身体中断下限,身体上部肌肉松弛,下部肌肉被拉紧,容易造成腰肌和骨质老损,甚至引发脊椎弯曲或扭曲。 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如果长时间睡软床,会影响其脊柱的发育,导致驼背,脊柱弯曲变形。 所以,很多医生说的建议是硬板床,并不是说直接睡硬板上,而是在床板上要垫3-5厘米的软垫,即上面比较柔软,而下面是硬木板的床,这样才符合人体脊椎的正常趋线。 怎么选择软硬式度的床垫,依据个人体型和轻重选择,一般来说,大部分人适合中等硬度的床垫,也就是软硬式中的床垫,而体重在60千克到70千克之间的人适合选择稍微硬级别床垫,体重超过80千克的人应选择坚硬床垫,选床垫也有小妙招,选后床垫的时候,首先平躺上去,首先挺步, 腰部和腿下到大腿之间,这三处明显暗示的地方防立平伸,看有没有空隙。 在上一侧防个身,用同样的方法试一试,身体趋线阳陷部位和床垫之间有没有间隙。 如果没有就证明这个床垫与人在睡眠时景,被吞吞吞的自然曲线吻合。 这样的床垫就可以说是软硬适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保持人的合 freezer